今天早上日出太美了 滑雪俱乐部U12以下的小运动员 也就是10岁11岁的孩子们 周末的训练是从早上7点钟开始 他们一般会进行半个小时的准备活动 然后讲一下今天的训练计划 今天早上的日出美极了 是对这些早起的孩子们最好的回报 今天的训练内容有点不一样 因为有两个项目需要测试 一个是skating 一个是spease skating就是在平地上滑行 在规定的线路内以最短的时间完成最好 每个人都有两次机会 skating主要考核的是你的体能和耐力 大妞今天穿的是队服 有好几个女孩子都是粉头盔 差点认不出来 大妞滑了第二名 然后教练带着孩子们集合 准备去测试spease spease的测试是在一个缓坡上进行 在20秒的规定时间内 以及在规定的距离里 以跳的最多为最好 spease也就是跳转 主要考核的是你的姿态 平衡 对阵的控制 以及上下身分离 而这些技术 包括体能 正是你卡宾中需要的技术 大妞又是跳了第二名 新的学技要加油啦 谢谢大家 对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